在无人到过的北极深处 一台身高超过百米的巨型机甲 突然在海边跪倒在地 这一幕正好被一位路过的老人看见 但不知为何 机甲如同山一般的巨大躯体 重重地倒了下去 老人急忙带着孙子上前查看 却发现巨大的机甲残骸中 一个身穿白色战斗服的男人 正浑身是伤得从里面爬了出来 没有人知道这些怪兽来自哪里 他们只是突然从海底出现 然后无差别地对人类发起攻击 军队出动了最顶尖的战斗机 整整轰炸了六天才将它击倒 这时它已经杀死了数十万人 三座城市沦为废墟 在这只神秘怪兽死后 它的血液污染了大片海域 庞大的湿海只能用航母拖走 然而仅仅过去六个月 新的怪兽又出现了 它们一波又一波的攻击城市 人类很快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各国突然意识到必须联合起来 人类才会有一线生机 于是它们集中全世界的所有资源 打造出了史上第一台巨型机甲 在钢支巨人的帮助下 人类获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 驾驶员也成了众人追捧的明星 然而就在这时 第三级怪兽连刀头突然冲出深海 两名双胞胎驾驶员奉命出战 它们通过心智通感 共同驾驶一台机甲 这是人类对抗怪兽的终极武器 危险流浪者号 79米的身高霸气侧漏 每走一步都是天摇地摆 这时如同山一样的怪兽 刚好浮出海面 危险流浪者号一把将渔船抓在手中 它拼着受伤的风险 把渔船放到了安全地带 驾驶员开始蓄力猛攻 只是两拳就将镰刀头打得晕头转小 紧接着一招泰山压底 将怪兽直接垂进了海底 随后启动等离子炮 毫不留情地击穿了怪兽的身体 就在两兄弟胜券在握的时候 镰刀头突然冲出海面 流浪者号还想顾忌重施 却被怪兽撞断了一条手臂 哥哥也被抓出了驾驶舱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弟弟拼着身体受损 强行启动等离子炮干掉了怪兽 随后他驾驶着残破的流浪者号 倒在了一望无际的冰原上 直到这时人类才反应过来 怪兽一直在针对机甲不停进化 人类培养驾驶员的速度 完全跟不上怪兽进化的速度 各国决定放弃猎人计划 转而开始修建海岸防御墙 抵挡怪兽 联合理事会向老黑下达了最后一条命令 将剩下的机甲转移到香港进行修整 八个月后将全面解散防御部队 半年后 男主成为了一名建墙工人 这项工作极其危险 平均每天就有三个人死亡 但在他脸上却完全看不到丝毫不拒 直到这天 工地上播报了一条新闻 第四级怪兽向人类发起了攻击 坚固的围墙只是瞬间就被轻易摧毁 他们用生命修建的城墙 在怪兽面前只是一个效果 就在所有人都陷入绝望的时候 人类防御部队的最高指挥官 来到工地找到了男主 作为人类最后的机甲战士之一 他被老黑接到了香港 还剩下四台巨型机甲战士 拥有三条手臂的暴风赤火 由中国的三胞胎负责驾驶 俄罗斯的切尔诺阿尔法 是目前资历最老的一台战斗机甲 驾驶员是萨尔沙和一万两兄妹 速度最快的尤里卡突袭者号 由老白父子驾驶 还有一台则是男主曾经的作家 重新修复后的危险流浪者号 接下来就是为男主选择搭档 但其他人的战斗能力都很堪忧 只有小美才能和他比 男主非常满意自己的新搭档 可光有战斗技能并不能成为驾驶者 他们接下来还要测试心智通感 只有在意识层面高度融合 他们才能完美地驾驶一台机甲 两人立即开始了通感测试 刚开始还一切顺利 他们很快完成了左右脑的神经匹配 但就在两人开始记忆共享时 小美的意识突然陷入了混乱 这直接导致他在现实中 启动了流浪者号最强大的武器